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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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交流迪嘉的设计 今天着重讲的是迪嘉最具代表性的复合型 首先依旧是对这个造型总体观感的看法 美 精致 细腻 就是迪嘉给予我的最直观的视觉感受 不得不说在平成年间 玩山号大师笔下的设计都很注重美感的塑造 每次属于他的新设计登场之时 都会有独特创新的地方 但是绝对不会舍弃的一点就是美感了 无论是之前提到过的高斯还是这次的迪嘉 都有着这种独特的属于玩山号大师的标签 当然迪嘉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能不提到的气质 那就是温和 比起热血一眼看上去就攻击力极强的造型 迪嘉初次看过去的感觉 竟是意外的并非英雄类角色的张力十足 而是含须内脸的感觉 你不会觉得他是敌人 是异类 而是一个富有温度的存在 这种韵味虽然说高斯更加突出 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高斯的月神形态是完全的温柔 但迪嘉的气质 似乎是更接近真实人类 会有着各种情感 但是依旧是很温和的巨人 可能你会奇怪 哇 脚台这样的 啊 话确实是这么讲的 但是咱们要是认真的把这第一观感给细细的表达出来 上面的体会就是最大程度的表达出 最初看见迪嘉的我自己的感受了 谈完总体感受之后 也该到具体且富有趣味的设计上的点评了 属于迪嘉的设计的关键词 不外乎在于美感细腻流畅和平衡 平衡这一点在玩三号的设计中 同样也是大多有体现的 这突出表现在一个造型不会过分的强调什么 但是也不会拼命弱化什么 协调和平衡 该强则强但不突兀 该弱则弱而不过分 这就是协调和平衡 相对来说想要营造出美感 离不开平衡协调 想要急需张力 就得夸张的去处理各种细节和整体形态 对于最初定义了系列造型的 陈田亨大师笔下的奥特曼而言 被人们普遍认可的 也是这种属于奥特曼的美感 虽然当初陈田亨大师 并不认可迪嘉的设计 但并不意味着迪嘉就抛开了这些 如果说是走了另一条路线的 强调视觉冲击与突出感受的设计 那就是如今后腾的新风格了 恶者不能说熟柔熟练 各有千秋 只是对于长久生存于协调平衡的美感中的奥特曼而言 可能对其本身与观众而言 新的风格的适应也是需要许多时间的 回到正题上面来 首先提及的局部设计 肯定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头部造型了 迪嘉的头部可以说是其设计制高点的体现 灵魂与整体风格都被这个头部所定义 首先是线条 与泰罗雷欧一类 加以了两侧伸展开的角式设计的奥特曼不同 迪嘉依旧走的是头部中间凸起的路线 线条感方面也因此很流畅 用别的大师的话去形容这个形状 那就是如同水滴般的款式了 这种形状形成的头部一气呵成 优雅而自然 不会有属于人为的刻意后天处理的违和感 奥特曼是一种生物 属于生物最关键一点的便是自然 水滴是一个多么奇特的自然瞬间凝结出的造型 每一颗水滴落下都是轻盈而生动的 迪嘉用你的这样的头部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 另一个需要着重谈谈的是眼睛上方的两处凹陷了 奥特曼系列在初代以来很多的角色都尝试在初代的基础上 据给光滑的面罩上加上各种装饰而使的造型间具有区分度 一类是在面罩线条杆上做出硬朗的切分 比如奈欧斯这种设计 更多的则是选择添加别的装饰物去丰富这个头部 换言之思做了加法 画画时以前的老师曾经给我提到过一种说法 用各种工具对画面进行丰满的操作是加法 而用橡皮擦是另一种思路那便是减法 在素描时对真实感的营造到达一定瓶颈无法突破时 尝试使用一下橡皮软化一些局部 甚至是大力擦去从而形成高光都是非常不错的思路 而迪嘉在奥特曼的设计上最伟大又过人之处的便是做了减法 抛去了以往常用的添加装饰 最终选择以不破坏头部流线感的温柔的且最具弧度的下凹 让这个头部的造型拥有了最独特的观感 实在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了 到现在依旧是一个非常别具一格的设计 这个标志性的减法的反向操作 反而让迪嘉多了个人无法忘却的印记 头部的眼睛也是别于以往系列的形状 以往的奥特眼睛无非是圆或是方两种大体形态的变化 迪嘉的眼睛自然也是属于椭圆形的 但是让迪嘉的眼神如此细腻且多变的 让这张脸的灵魂骤现的必须要在于上半部的线条 近乎直线的全心处理了 实际上迪嘉眼睛大体摆放的倾斜角度和以往的奥特相差不大 但是因为这个近乎直线的处理手法 让长体显得平了许多 眼神也温和淡然了不少 往外翘起太多则会让神情更具攻击性 所以为什么说迪嘉皮道的气质与灵魂全部由头部集中体现 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头部其实还有嘴巴与耳朵等等等等可以细细品味的地方 但是节目时常有限 所以我还是选了我最想聊的部分和大家讲了讲 接下来就到了身体部分了 说到迪嘉的身体其实应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他的配色一个则是身形 身形我想归功于一个是造型师 对整体比例的把握甚至优秀 头部与身体相互协调 而身材的设计则是匀称的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另一个则是在设计身形 还有穿着两方面配合的天衣无缝 当然今天着重讲的复合型的皮套演员 全腾俊斧 真的是让迪嘉的姿态更具有灵魂的人物了 几乎完全就是黄金比例的身材 搭配上量身定奏的皮套 最后整合出的迪嘉在荧幕前的姿态与形象 美感就由全身散发出来了 这样子体态的迪嘉搭配上温和的头部造型 这亲和力非比寻常啊 配色方面 迪嘉选择了以银白色红色蓝色 外加一点点的金色点缀在尖杂上 完成了整体配色 胸灯的颜色咱们就不讲了 这个算是系列惯例和标签 去谈他的配色意义其实不大 肩甲也先放一边 我们就先看看红蓝银三色的搭配 外部轮廓主要以蓝色包裹 身体部分则以红色为主 银色为补 效果自然是收紧视觉上的感受了 让整体身形更加收敛匀称 腰部同样因为蓝色去竖紧 红蓝双色碰撞 蓝色在外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迪嘉的小细腰 腿部同理 让迪嘉的腿部更加修长迷人 红蓝双色的运用在迪嘉复合型上尤为突出 收紧身心的理念贯彻全身 剩余的部分的银白色则提神解力 让观感多元且更具层次 花纹走向上 一个弧形拖起上半身 下半身花纹急速下坠 让腰部与腿部贯同起来 腰部的纤细 腿部的修长都被很好地强调了出来 最后要说到的便是胸甲了 迪嘉的胸甲可谓是极其独特了 覆盖面积之大甚至赶上赛文系的造型 可是味道却完全不一样了 赛文系的胸甲更加类似于战士的护甲 严丝合缝冰冷厚实 而迪嘉的首先线条上依旧走弧度路线 流线感并没有因为胸甲的加入而被破坏 其次是气质上多了一丝高贵典养 金色的点缀式嵌入在铠甲上 则更是让这副胸甲有了一丝古代殿堂的神圣感 到这里终于可以是说 迪嘉的配色那一丝丝金色是绝不可缺少的 真正有分量是皮套在时间上的厚重感得以成功营造的东西 正是这胸甲上的金色 好了 现在也算是简单的有重点的聊完了迪嘉的造型 水地般的头型 温和的眼神流畅的身形 双色碰撞收紧线条的配色 典雅而高贵的点缀式的金色 共同构成了这副迪嘉的皮套 整个造型每一个小地方都细腻而温柔 丝毫没有尖锐的突兀感受 充满弧度与流线感的整体设计 搭配上头部菱形的水晶 神圣的胸甲 美的感受可以说充斥了 作为观赏者的我的双眼了 关于迪嘉的造型 想谈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节目确实不适宜再继续展开了 剩下的富有神韵的设计 也就交给大家自己细细品味了 今天的皮套赏评也就到这里 本期给大家梳理迪嘉皮套的同时 也简单的带过了许多关于奥特曼系列设计的一些个人总结的感悟 总的来说 在今天后腾主导的奥特曼设计的时代里 其部分设计的美学高度确实是不如早些年的设计了 不过其中也不怕玩三号大师 也能大展接受的新形象 新生代奥特曼里自然也有着杰出的设计 这个系列也正是因为有着崭新设计思路的后腾的加入 而焕发的属于又一个时代的光芒 希望今天回味经典的同时 我们也能尊重新的设计新的创作 设计是不断进步且具有时代标签的存在 当我们注力于此时 真正静下心去解剖一个个看似不能接受的造型 去试着品味它们 未尝不是一份乐趣所在呢 最后喜欢本期视频的新观众们 欢迎点击关注订阅该频道 老观众们推荐收藏分享投币四连 非常感谢 收藏和推荐是最重要的哦 我是果音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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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我的心灵旧 是我们永远的守候 我注定在这里 倾听空的声音 来到我的热情在飞翔 带着那灿烂的希望 用我们牵手并肩 穿越线线冲破黑暗 You are always my hero